嗨,宝贝们,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,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怎样叫醒胖小猪 胖小猪睡着了 呼噜呼噜,它睡得好香啊 呼噜声好大 小伙伴们都被吵醒了 小狗拿出铃铛 摇了起来 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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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 怎么还不起啊 小兔子拿出铜锣骨敲了起来 蹦擦擦擦 蹦擦擦擦 嗯,都没什么用 小刺猬举着喇叭吹了起来 嗶嗶嗶嗶嗶 小猿鼠跨着小鼓敲了起来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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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青蛙张开嘴巴大声地叫了起来 呱呱呱,这只猪怎么还不行啊 唉,该怎么叫醒胖小猪呢 小瓢虫飞了过来 它飞到胖小猪耳朵边 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开饭了 胖小猪犯了个声 柔柔肚皮说 呱呱,该饭了 哇,它就这样醒了 如果胖小猪又睡着了 小朋友们,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叫醒它吗 好了,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